Good morning, Jidders 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家,大家午早 可以讓我們大家一起收看 高靈多前書,二中十四十 熟客的人不能拿回上帝性靈的書 我們都回到這五公平才不能知道 因為這些書只有熟靈的人才能看到 原本並沒有熟靈的人,這幾字 意思是,上帝性靈的書是照著熟靈的原則 才能看到清晰明 所以無論我們現實是熟靈的 只不過是讓人類可以用較少的開札 讓我們的速度更近一點,走得更遠 但是,熟靈總是沒辦法達到一點的範圍 因為它是熟客氣的人的頭腦 熟靈時,如果我們人就是熟靈的 如果身經必須要符合熟靈時,什麼叫做信心呢? 所以,當我們頂頭身後,有了上帝外名 我們就有上帝的人說,來看世上重感的一切 不是身經來合乎科學這麼可惡靈 那是科學必須在身經沒有衝突的重感這麼可惡靈 當你頂頭身後,來看世上重感的一切 你就輕輕感覺得科學是非常渺小 我們的優惠跟我們的財物跟無限的相對比起來的時候 我們才是非常非常微小的 因為很多人會在信主的行為 在信主的時候,很想用科學來證明自己的信心 但是越證明就越無法相信 那是可以證明,那不是叫做信心而已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必須第一,先相信這本信經是相對所謂的事 所記載的都是為了我們要來認罰這位主,清君這位主 我們會信用君基,來這本信經做君基 所以來到主的面前,這本信經提醒了我們 今天你是一個小黑氣的人 或是你已經成為一個最靈的人 因為你能夠明確、清楚 相對在你往下中間的作為 請我們來祈禱 天明我來到你的面前 我知道我自己的悠閒 但是感謝你有聖靈的入住 幫助我,用你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 看我一位中間所遇到的一切的人 祝我願你自己的靈,幫助我繼續你的聖書 付出我全面的道路 感謝你,向亞蘇基督聖名祈禱 阿們 請來祈禱今晚,我尊敬詩文書給你 教你的祈禱